听到大妈问话 男人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大妈不知道那人到底在干什么 可看见对方行为举止怪隐 她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好在等她打开自家的信封一看 那里面就只是一个小卡片 大妈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然而等到了第二天晚上 她又到了很晚才下班 不料刚到拐角处 昨晚的那个男人居然又出现了 直到好一会儿男人才反应过来准备离开 不料等她前脚刚走 大妈就叫住了她 并且表示如果再来就会报警 听到大妈的话 男人被吓得够呛 于是立马就慌乱地逃离了现场 而等大妈再次打开信箱一看 里面居然还是昨天的小卡片 她无奈地将其丢进了垃圾桶 紧接着便转身回家去了 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等到了第三天晚上 她居然又遇到了前两天的男人 看见大妈的到来 男人这次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大妈被搞得一头雾水 不就是发个小广告吗 至于有这么大反应吗 大妈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紧接着就打开了自家的信箱 结果这次里面并不是小卡片 而是一个小瓶子 并且看样子里面似乎还装着什么东西 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于是便将小瓶子给拿了出来 然而尽管都已经拿到跟前了 可除了知道里面装着的是液体 但具体是什么液体 她还是不知道 但好在这时 她发现瓶子的底部似乎有什么东西 结果等翻过来一看 我的 女人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是我的什么呢 看着眼前的文字 她陷入了沉思 可谁知下一秒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